朋友们大家好,养田螺找东哥 可能我的名气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不光阁内有很多朋友找到我来养田螺 然后在国外的话 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都了解到我了 特别都来联系我了 昨天的话我接到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店 意大利在欧洲那方面 并且从他这个口中了解到 现在欧洲那边的基本情况 到底有没有像国内新闻上说的 欧洲油价、气、天然气很紧 都涨风了,都是在烧财 那么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跟他的聊天记录 这位意大利客服的话 也是我们中国人 只是在那边生活打平做生意十来年了 然后的话他购买了一百多么土地 准备用来养着田螺 养鱼养龙虾 他说在那边的话 市场基本已经打开了 就看自己能不能养得起 没有出过国的人就像我一样 很多问题都想问 我问过他中国人在国外是不是很受到排挤 但是他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 那么就是反正过好自己就行 赚他们的钱 因为他说就算在当地欧洲那边做生意 基本上这些圈子也是在鼓励这些人 赚着老外的钱就行了 基本都烂药 你看他在意大利 这位客服的话也不是我欧洲的第一个客服 欧洲其实我在西班牙还有一个客服 这边的话已经发了有些田螺了 他要的是这种大田螺 说实在的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有这个胆量 购买100多亩土地 这是活等的勇气对吧 就像在国内有这么大的勇气 也是相当少的 你看他这里气从以前之前是一块二 到以前现在是一块气 其实才找到五毛 并没有国内说的都冬天欧洲都烧财了 根本没气了 看来新闻还是有区别的 真的很佩服这些在国外的朋友 确实做生意出门在外 在国外 你想一下这是有多大的勇气 像我们这一种啊 真正的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厉害 中国人做生意 看的就是温州人 这句话一点都没说错 湖南人做生意 看的是少洋人 大家也没发现这一点 在这里希望不管是在国内的朋友 还是在国外的朋友 自己在这个疫情 这个病毒全球泛滥的情况下 保证好自己的身体 好的 拜拜 拜拜